所以这个对特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机构 对上海来说 城市数字发展城市事关前提 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 是在什么情况下间 公布局前 比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为方向 推动了要素重构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他们努力来建设国际负责经济网络的重要虚拟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组发布 2020年我国外贸年进出口统值 出口总值 双双创历史新高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走在洋港记表 丁飞报道 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贸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.16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9年增长1.9% 其中出口17.93万亿元 增长4% 进口14.23万亿元 下降0.7% 贸易顺略3.7万亿元 增长27.4% 海关总署统计政绩师资奖计划网组 我国外贸易进出口从2020年6月